我儿汉原地流逝怎么还没进去 我爹因为把王昭君不嫁给匈奴的事儿 正郁闷着呢 都几千年过去了 我爷爷还以难平呢 开始以为王昭君不漂亮 直到送行的时候才发现是个美人 可是天子说出去的话又怎能反悔 只好硬送昭君出赛了 是啊 这事儿换谁都得郁闷个一年半载的 也是为了巩固边赛和平 让爷爷宽宽心吧 送的又不是董贤 你当然说宽心了 这个王昭君很美吗 他可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陈于洛艳的洛艳说的就是他 好家伙 完肥烟寿 陈于洛艳 你们父子俩就拥有了其中两个 低调低调 一个善武 一个会弹琵琶 不如都叫到魏阳宫来热闹热闹 嗯 但我没说 汉飞帝想热闹啊 那不如我给大家认真地唱一首高祖爷的大风歌吧 你是来献疫的吗 不献疫怎么能叫汉仙帝呢 有道理 就像我汉飞帝说的话都不是废话 那我唱了 这次保证不篡歌 仙帝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大风歌 算了 还是别唱 我怕刘欧听了又中风猝死 想要活得久 就要像我一样学会养生 没错 我爸爸少年登基 在位五十多年 六十多岁了 还能生下我 我六十多岁的时候 还在亲针 讨伐异性诸侯 我六十多岁的时候 正在享受岁月静好 光武爷爷的时代 被后世誉为 风化最美 如学最盛 你的时代也不错 四大发明中的纸张 就诞生在你的亲信宦官 蔡伦手中 纸张明明西汉就有了 东汉蔡伦发明的蔡侯纸 只是改良版本 蔡伦真是个大公无私的人 身为宦官竟然改造了纸 还比之前的好用 我这辈子跟太监 还真是有人 少年时与宦官郑仲等人 设计捕杀斗士党语 亲政后 还经常同宦官 讨论制定国家大政方针 要不说宦官用拳子 何必实隐呢 东汉与晚唐明末 并称三大宦官盛世 不是没有道理的 赵赵还是年轻 当皇帝要像我一样 任用人才不偏不倚 向外戚殷石殷星 受我亲信 又恢复西汉博士之学 笼络天下如生 最爱的云台二十八将 还变成二十八星秀 守卫着我黄黄天汉 怪不得您能召唤陨石 原来是天上有人啊 秀 你是真够秀啊 高祖爷您给自己的侄子 刘信封侯 那才是真秀呢 说起这个 我就来气 当初 我带着萧和曹餐 一帮朋友回家吃饭 我那个大嫂 就故意用勺子刮锅底 说没饭吃了 这不是存心给我难看吗 你当了皇帝之后 也封了不少侯爵 就没嫂子家的 后来咱爸一闹 你就给他儿子 封了一个瓜羹猴 名字是不好听了点 但好歹也是个猴啊 多损啊 我大哥刘伯死得早 这孤儿刮嫂子 就没个眼力见 早说过我是赤龙作生 以后是天子之命 普通人哪有眼力见呢 我年轻的时候 去别人家做客 趁书中说道 刘秀当为天子 他们都说当皇帝的 肯定是和我 重名的国师刘秀 当时你就呵呵了吧 当时我就反问道 万一这书里说的刘秀 是我呢 秀 真秀 谢谢高祖爷的肯定 您是西汉的开国之君 我是东汉的开国之君 能当个大汉的中兴之君 秀儿就知足了 你想和高皇帝平起平坐 可以说的再明目张胆一点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算了 想跟我平起平坐的人 多了去了 没当皇帝的时候 项羽吩咐的十几个诸侯王 跟我平起平坐 当了皇帝以后 我爸这个太上皇 又跟我平起平坐 爷爷他一辈子面朝黄土 背朝天 怎么能跟爸爸宁比呢 你爷爷一直就不喜欢我 就喜欢你二大爷留重 谁让你有手好闲一点正事不干 二哥踏踏实实种菜 比你本分多了 可最后 让我爸住大宫殿 当太上皇的 不还是我吗 爷爷虽然身为皇帝的爹 却不改本色 一直心心念念想着沛宪父老 所以我在宫廷里 给他开了一条商业街 把沛宪父老请来 陪你爷爷治青春了 看来咱们老刘家的本性 就是敦厚简朴 他是稳健啊 是啊 我爸身为不一 手提三指剑 而君宁天下 我面对江山残破 依然能够安心攒钱 修生养息 而我面对强敌 四十年如一日 征战不休 昭宣两代 面对海内虚号 能够忍辱负重 再造盛事 我虽然是贵族后裔 但仍旧自己耕毒传家 刘邪最后丢了皇位 却也能行医济世 反谱归真 白手起家 不服输 就是我们老刘家的精神 再经过我开疆拓土 这种精神也成为了汉人民族的本色 这个时候需要我冒个炮 有你什么事 因为我后代里又出能人了 谁呀 我儿中山晋王之后 刘备